杨老师 其实在开始之后 这边开始一直说 这球员可能 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相对来是弱一些 郭尔伦 郭尔伦队今天已经三个三分球了 三个三分球了 给球很大压力 收起好球 空切篮下 这是在45度位置 和翟晓川进行的一个交叉 杨老师切眼四号位球员 换上来这个内线球员 索柯洛夫斯基 这两个人上一场比赛都进了两三个球 阿联怎么样 好球 郭尔伦队三分定中 没错 郭尔伦夏顺 那边周琦45度直接投了 好球 其实我们可以看有夏顺有外弹的时候 防牛角防的并不是很好 我们可以多一些牛角打了 外轮急停中距离好球 到目前为止 咱们在进攻端的三个最核心的球员 下面场比赛都得 这还是吹郭艾伦了 抢的凶是抢的凶 你要聪明一点 郭艾伦五半了 对因为刚才那次也是记在他身上 中央队 再一次遇到困难 希望替换上来的球员能够 放下包袱能够 打住自己的表现吧 只要已有身体接触 对 衣装就是有反应的